十場三班千八米草地 草地賽這場賣難攪 因為一號碼的平外飛星跑泥地 有表現 如果這場是泥地的話 肯定地平外飛星限頭 但這場是草地 怎樣攪拌呢 有一隻天外天 我同事愛驅 我同事經常說很喜歡這隻馬天外天 上場千六快步速 爆上來 贏重草之星 那場馬放得很快 他賺了快步速 但快步速你衝上來也要有氣量 即是你頭段 即是你縮到最後 重草之星再出當然是厲害 這組 其實天外天 亦都是這場 即是跑千八 他都可以在後面 慢步速他都可以爆二十幾 二十三個幾 二十二個幾 今次上重草 試一下 雖然貝力斯當然怕 但大摩 你留意一下 我剛才選過的馬 好多都是大摩的馬 我覺得大摩 亦都是有一手好馬 去準備出擊這場賽事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隻天外天 是可以走投或搏去穿平外飛行 平外飛行 平外飛行 不能不要 即是你是草地 跑得差點 但草地曾經是 谷草都跑 跑輸給福威勝 那你 泥地 你加了分是六十四 加到七十九 那你加了十五分 那個評分 跑回沙田 其實難度很大的 谷草籍來的 田泥籍來的 但是他跑法主動 希望這些馬 即是賽友這些 即是轉路程 但他很有分在手 其實都是一樣的 另外一隻 冷門 帳材 今次夾了十八 上陣 他都上松化試一個閘 那我只覺得 那個 二千米是好些 但是一千八都對 希望田泰安搞得如何 這些馬都應該有十幾倍 即是爆冷就爆這些馬 即是其實我喜歡他 就是喜歡他 自然打給那天 那個內難的場地 不是很好 那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莫艾成那場 君文寬的場 那 幾洩就那場在內難 那 我自己覺得 這隻冷門可以拖 那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 那